大家好,我是張希 百元上大菜已經結束了 今天要開始150元上大菜 4月中,我們來試試看150元 到底能做出多少菜 LET'S GO 今天看到糯米椒 長得很漂亮 那我們就來買個糯米椒 炒個青龍也是挺好吃的 肉抓幾隻回去 看起來好像很貴,實際上它很輕盛 價格都不會太高 就買這件 再一根 幫我拿掉一點,我只要20塊 這樣多少,20塊 接下來我們來買豆干 一個是八角,一個是五香 給它混著買一些 這樣差不多 這樣多少錢 28塊 來,放這裡 3塊 3塊 4瓜 這麼漂亮 雖然不大,一條25塊 買一個回去,走 你看這裡也降價了 29塊錢已經 已經掉到二字頭了 那我們買4顆就好了 老婆對不對 那我挑大的 好 老婆你猜這4顆大概多少錢 16 我猜14塊 好 走 來看多少錢 老婆你猜16 我猜14 12塊了 4個雞蛋超便宜 真的很發善 你們有賣的租金呢 在這裡 這樣多少錢 50塊 50 還有兩顆料 還有一個大豆賣 對 來 該買都買完了 還有一點預算 咱們再回來買這個青龍蕭 抓個五條 看看多少錢 老闆,我又來了 多少錢 還有右手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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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接啦 可以啦 15塊 15塊 準不準啊 我也是分著大家吃 分著大家吃也是親戶 這是我們第一次150塊錢上大菜 150塊在市場裡面走來走去 感覺心理壓力就比較小 比較有彈性一點 看看我們買了什麼東西 第一個買了豆干 你看以前就買五六個 這次買100一堆 然後買了這個青龍蕭 這又叫糯米蕭 這個買了28塊錢 青龍蕭我們分兩次買 最後還有預算 又買了15塊 一共是35塊 還有這個 絲瓜現在好像大產喔 我們買這一條是25塊錢 還挺漂亮的 然後再來 這一顆豬心啊 特別訂的 就是我想吃也沒為什麼 昨天晚上想吃豬心 就打電話去訂了 這一個50塊錢 現在雞蛋特別便宜 已經好久沒有看到一斤 20多塊錢的這種狀況 我們買了四顆比較大的雞蛋 這一共只要 12塊 所以一顆只要3塊錢 還有這個是哪來的 這個免費是我們跟人家買的那個青龍蕭 35塊 老闆還送了我一顆 柚子超棒 這就是傳統市場裡面的人情味 好了 話不多說 趕緊把時間交給老婆 一共150塊錢 多一塊錢 沒有少一塊錢 也不會 趕快請老婆來分享 150塊 如何上大菜 老婆時間交給你 上 大家好我是玉露 先來切辛香料 老婆 以前都說辛香料沒算在這個150塊裡頭 那為什麼今天青龍蕭會算 因為青龍蕭它算是主菜吧 它算是一半的主菜 現在是主食啊 它不是辛香料 然後我們要切一些這個是薑片 薑片我要多一點 這個青龍蕭我們把它切滾到塊 就大一點 這個也都洗乾淨了 這個一定要洗乾淨喔 我們曾經講過很多次 台灣那個農藥檢測殘留不合格率最高的第一名 就是辣椒類 高達20%點多 所以不管你吃什麼辣椒吃多吃少 一定要把它洗乾淨再來做料理 好不好 再切一點這個大的紅辣椒 黑色的 這個紅辣椒我們就沒賺錢了 這個當作辛香料 辛香料 對 好然後像這個青龍蕭等一下炒的時候 因為它裡頭我們用很多 這個紙很多 還是要稍微這樣子把它抖一下 盡量把它的那個紙弄出來 不然你在炒的時候它很容易爆 而且吃起來也比較不會拗口 對 現在來處理絲瓜 這個絲瓜 你看這個條紋很粗就知道 它這個還是很新鮮的 這個刮到這樣用好了 先削皮 這種推的喔 對 比較安全 這個我們就把它切大塊 亂切 對 再切一些豆干 切薄片就好了 對 這個豆干已經先煮過了 嗯嗯 比較危險 現在我們來切這一顆豬心 這一顆豬心50塊 其實滿便宜的 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想吃 會不會心臟不好要補心啊 有可能嗎 呵呵呵 這個啊有時候切開頭會有血塊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給它泡一下 還要把它泡掉跟洗掉就對了 對 現在把雞蛋 先把它打散 四顆四顆 十二塊而已喔 對 你看我們還準備了一些其他的辛香料 除了剛剛切的辣椒、蒜頭、生薑之外 還有這個乾的豆豉 還有一些辣椒粉 對 那把這雞蛋打散 我們接下來準備上鍋 Go Go 現在做第一道菜 青龍炒豆干 嘿 這是個下飯菜啊 對 這個豆干 我們要先把它煸一下 這也是 是個標準的眷村菜喔 嗯 小時候炒這個特好吃 對 這個應該算是湖南的吧 湖南 湖南系列的 呵呵呵 你要用辣一點的辣椒也可以 如果不吃辣 就用我們那個青龍椒 或糯米椒就對了 嗯 先大火給它煸 豆干 豆干 一定要炒到像這樣子 對 這個顏色 這樣等一下它才會吸那個湯汁 而且比較香 對 盛住了再用 我剛才還留了一些油 現在來炒這個 糯米椒 這個重點喔 一定要把它炒到煙喔 好 炒軟了帶有一點虎皮 才會香 嗯 炒到青椒味道很香 要有這個虎皮出現 對 好 現在來炒豆豉 欸 豆豉一定要炒一下 才會香 蒜頭 蒜片跟辣椒 好 煸一下 哇 豆豉煸一下整個香味都出來了 湯姜回來 欸 這是我們今天最貴的一道菜 對 成本六十三塊錢 對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就想吃了 想吃 呵呵呵 加一點點的醬油 對 然後一點鹽 對 要蒸頭一下 因為豆豉會鹹 對 好 漂亮 欸這個配白飯配西飯都好吃喔 嗯 超好吃的 當然小菜也好吃 大概是一點點的味汁 胡椒粉 欸 好了 開大火 翻炒兩下 哇 哇 帥啊 對 好香的 好 現在有裂一點波氣了哈 對 熄火 出鍋 香噴噴的下飯菜 糯米椒炒豆干 上菜 第二道菜 麻油豬心 現在天氣比較涼了 我們來吃一下補的 鍋子裡頭 先加點油 麻油先不要下 先下一般的油就好 不然麻油煸太久了 它會發苦 用中火 嗯 把這個薑煸到邊邊 翹起來 這個薑的味道已經很香了 現在 滋滋一下完 其實啊 這跟炒麻油雞的 那個 都一樣 只是換成滋滋 然後再開最大火 把它烤一下 好 你看 炒到這樣子 這個時候才加麻油 哦 不然會苦哈 對 加一些麻油 加了麻油 這個就給它加了 感覺就上來了 對 好 然後我們現在 加水 最新 加水的時候 把水灌到最小 這樣會比較危險 哇 好香哦 然後先去煎 OK 然後 蓋子蓋起來 先讓它煮五分鐘 哇超香的 好香 現在是全酒 然後這樣子燜啊 那個酒的味道 全部都會跑到豬心裡面 那個豬心吃起來就超級好吃 我現在燒了一鍋熱水 再加一些些水 漂亮漂亮 你看 好我們現在來調味 很多時候冬天就是想吃上這麼一口 我只有聞到那個 隔地鄰居在煮啊 麻油雞 當場就跑去買來做 趕快來煮 然後看我們加了一點醬油膏 還有這個料理很重要 就是要加一點糖 對 味精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就好 一般麻油系列的話 我們都不會加鹽 好 好 這樣子 調味已經好了 起鍋前 再給它一點點的米酒 好 OK 好那我們現在準備出鍋 實火 漂亮 現在是同場加鹽啊 剛剛看到上面浮了一層那個 麻油豬心的油 咱們臨時決定 來抓一個 這個什麼 麻油麵線 對 這個麵線很細 很容易就熟了 對 這是我媽媽過年去拜拜時候 拿回來的 對 你家如果沒有麵線 你用麵條也可以 對 那我們就是把這上面浮的這一層油 這一層油啊 是最香的 把它先搖到這個碗裡面 好的 然後我們趁這個時候 來調一下味道 一點醬油膏 對 其實我每次煮麻油雞 我都會再加做一個這個麵線 超好吃 我們好像去外面吃薑母鴨 什麼也會齁 對 他們那種麵線都是吃到飽的 對 然後一點點味精 然後它最重要的靈魂就是這個 油蔥酥 油蔥酥一定要多一點點 油上加油嘛 不好吃都不行 可是它真的超好吃的 然後再來呢 這個麵線 加它滾起來 就差不多好了 對 而且麵線比較鹹喔 大家調味的時候就要蒸脫一下 對 我們把它撈出來 好 漂亮漂亮 漂亮 這個算是夾菜 對對對 通常夾韻 對 然後把它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好香 很香喔 現在要做第三道菜 叫做水澎蛋 江西料理 好吃喔 這個油鍋裡頭 加一點點油 對 這個又號稱絕對不會失敗的蒸蛋 對 因為它醜醜的也沒關係 對 只要好吃就好 這樣子 油稍微有點顏 就熄火了 現在熄火 加這個是辣椒粉 嘿嘿 香味的來源 你沒有熄火喔 你沒有熄火的話 它會熟掉 焦掉 很香喔 對 好我們就是要它的這個胡辣味 好現在全部熄火之後 現在我們加水 1.5倍的水 對 沖一下 然後雞蛋採下來 我們現在都是熄火的狀況喔 這根本就是辣椒油的香味 超香的 超級香 然後現在一下調味料 對 不能開火 不然你現在就變蛋花湯了 對 這樣有一些 詳細的做法 這些東西 在我們的影片裡面都找得到 對 就叫水膨蛋 對 酒一點點去腥 再給它一點點的鹽 調味 調味 配筋 通常我們做蒸蛋 也大概是這樣子的調味 好 現在我們把它攪拌均勻 攪勻 先開火 什麼火 開火以後我們轉成這種 中小火 中小火 鍋蓋可以蓋起來了 這樣子我們讓它烹煮7分鐘 7分鐘 現在要做第四道菜 青草絲瓜 絲瓜為什麼最後炒 因為它顏色會比較漂亮 對對對 不然白焦了會黑掉 對 這個油 潤一下 加薑片 你看我老婆 炒絲瓜就是加薑 我老爸炒絲瓜 一定加蒜 對 做法不同 一樣好吃 就是原生家庭不一樣 對 味道的不妙 好 現在薑片煸了一下 絲瓜給它進來 對 絲瓜我喜歡切大塊 就是等一下剪完了以後 它還吃得到那個口感 可不可以整個爛爛的 對 還有點脆脆的感覺 對 然後現在給它一點點的水 一點點就好了 把這個鍋帶帶起來 把火轉成中大火 這樣子我們讓它燒一下 好嘞 好來 炒了一下子了 哇 燜一燜顏色還是一樣很漂亮 很漂亮 然後變得更綠 對 而且這樣炒出來的絲瓜 超漂亮的 對 我給它翻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來下調味料 顏色真的很好看 對 我在炒青菜 喜歡加一點米酒 我覺得這樣的米酒 可以帶出那個 青菜的甜味 甜味 然後再來煮它一點點的鹽 放旁邊 跟筋 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這樣子 這個融合在一起 好這樣子我們就大功告成 出鍋 哇超香的啦 漂亮 哇這個也好了 對這個也好了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熄火了 這個是半盞神器啊 出鍋 漂亮啊 下面還有椒 就是要這個味 嘿嘿 漂亮 讚啊 這個禮拜小孩都不在家 我們想兩個人吃著弄一下 結果沒想到搞出來還是這麼大一桌 150塊上大菜 這個是今天最貴的菜 成本63塊錢 這個我最喜歡吃了 超下飯 豆干煎的焦焦的 然後這個青龍椒一定要吃 特別香 然後再一個就是這個 水膨蛋 大家看一下底部有沒有一點燒焦的感覺 對 就是這個才香 然後這碗也還有帶一點辣椒的胡辣味 這半飯神器啊 真的 試刮 你看 我老婆炒的最好看 你看擺了一陣子 還是清清綠綠的啊 切這種大的滾刀塊 最好的就是這個 咱們先來嘗一下 碗已經放不下了 青龍椒真的很好吃 它有辣椒的香味 可是沒有辣椒的辣味 嗯 然後我喜歡吃辣 配個紅了 小朋友也喜歡吃 超下飯 而且這個 那個豆干啊 就是要煎到有這個 焦焦的 就好像外面吃鹹酥雞一樣 嗯 我每次要吃鹹酥雞 只要買這個炸豆干 我已經跟他講炸焦一點 只要不焦其他都好 對 超香超下飯 而且那個豆子的香味超明顯 嗯 豆子 超嫩的啦 然後上面有胡辣椒的味道 然後下面有那個 燒焦的那個 類似鍋巴的感覺 整個都是椒 上面也是椒 下面也是椒 喔 這真的巴飯神器 超好吃 嗯 絲瓜快了 嗯 絲瓜青草就很甜 欸 這三個菜很搭 這個稍微鹹辣 鹹香 而這個蛋啊 是有一點香辣 嗯 這個東西就比較清淡 帶有鮮甜味 嗯 嗯 還有還有 豬心是我想吃的 大家看一下 這麻油豬心湯 一會兒來喝那個 麻油湯 我自己吃都會這樣 嗯 醬油膏加芥末 這樣有沒有黑白切的感覺 有一點 而且我們切的蠻大片的喔 嗯 剛好熟到中間 嗯 嗯 有沒有 嫩的 脆的 然後這個醬油膏一定要加一點芥末喔 嗯 強烈建議 嗯 這感覺就很好吃 超好吃 最後 這個不算在裡頭的啊 通常嘉義 嗯 剛好有麵線就把它來拌一拌 就是把那個麻油 豬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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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腥啊 有機的時候把上面那個啊 油澆下來吃就可以了 對 因為你直接喝會太油 你拿來拌麵剛剛好 真的 就不知道誰想出來的啊 我 真搭齁 很好吃對不對 而且還有那個蔥油 嗯 那個油蔥一定要 人生有的時候就是這樣 便宜的食材一樣能夠做出好料理 平凡的生活一樣可以過得有滋有味 所以雖然小孩不回來 這麼大一桌菜 還是我們兩個要把它給消滅 掌心掌餐今天都有時間是 幸福就是這麼簡單 咱們下回見 拜拜